今天去丈母娘家去吃烧烤 今天不是5月9号那个胜利日吗 去岳父岳母家趁饭去对吧 对 小姨子也来了 我们一起去 还有老大 小老二 这老二是冷还是热 娜娜 去老爷家住几天 对 去住三天 走 给你们看看去老丈母娘家我们需要带点啥 走吧 小姨子开车带着我们一家 小老二 老大 小姨子 在俄罗斯这上天老下去 草都没绿的这块 去农村的路上 地里边准备开始种地了 这块一般种亏花子 到我小姨子家这边了 一会儿去小姨家先溜一圈 到小姨子家了 这家这是纯木头盖的小房 现在进去瞅一眼 这哪儿 这是咋的冷啊 春天说风太大是不是 小姨子家这个房子呢 他们一般就是周末来住 搁这儿是纯木头房子 这个大院 这边是车库 俄罗斯人家里边一般都会农村有个院 城里边有个小房 咱们进入看看小姨子他们干嘛的啊 上面是睡觉的 这小小姨子在这儿 他妈刚从土耳其回来给插花呢 估计是 这小罐头瓶的插花 生活要有仪式改 对 随姐的最近啊特别喜欢嗑瓜子 这孕妇是不是都喜欢嗑瓜子在俄罗斯 我看你们都吃这个优魁 俄罗斯瓜子是这种优 他们到处种这个晚上俄罗斯 乌克兰 就是特别小是不是 到我岳父岳母家了 牛羊进去进去进村了 哎呀这分道大了 牛羊回村了 在俄罗斯农村啊就是太原生态了 这每次来我岳父岳母家就是每次催姐就是买点蔬菜 肉呢媳妇 肉不需要买老公 这个冰箱每个冰箱就像个冰箱全是 老丈母娘家的肉是储备是太多了 猪肉牛肉活鸡肉还有什么 鹌鸳 兔子肉是吧 准备开始烧烤 老丈母娘还专门给我做了点这个 不是这叫咱们国内叫韭菜盒的在这边叫做它里边装的是肉 还有这个鸡肉鸡鸡丸的专门给我炸的 里边是洋葱和那个鸡蛋 这老丈人准备的已经是腌好的烤肉了 这老丈人准备的已经是腌好的烤肉了 啊 好几种肉是不是 我都说他们一般腌这个烤肉里边就是放洋葱 还有就是那个黑胡椒 放大蒜然后再放点那个蛋黄酱 研制出来的 啥也不放 这今天晚上的主食 土豆 老丈人穿好的大串 这里边是桑纳房 我老丈人用这个 画素木烧的桑纳房 然后呢把这个画素 这个 剩余这个 画素炭烧出来这个炭呢 一会儿做烧烤用 对 就是画素 老丈人说这是画素用的 这门里边就是蒸房了 画素生喜欢硬 先蒸 蒸完之后呢 烧烤 把这炭呢自己倒在里边 里边那是柴火 再加点这个炭 就这是这炭是买的 开吃 烤肉 这是烤好的烤肉 下边是给老大做的鸡肉串 这炭是不太好 是烤肉的鸡肉串